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就是上一集城市塔蓋很久的舞秋風喔 喔喔喔 雲幽料來了 總之我們的城市塔已經可以正常的運作了喔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 就來蓋些什麼 欸 蓋 喔 對啦 那個我的世界 欸 欸 欸 等一下 我不曉得已經摔死了 在幹嘛啊 我 好了 搞笑的事情做完喔 那個 把我的裝備拿回來了 搞笑的事情做完了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 朱布林交易戰好了 把我們的邪惡帝國延伸到地獄去 欸 這個想法不錯吧 雖然朱布林好像沒有辦法交易到什麼 很有用的東西喔 不過我們也來做啦 首先要蓋 乙霧義霧交易戰 就是要有我們的 朱布林嘛 對 朱布林穿越地獄門之後 就會變殭屍豬了 所以這個機器只能蓋在這邊喔 真的太可惜了 就只能蓋在地獄喔 然後 要用的材料也很簡單啦 投資器一個 然後一個紅石比較器 一個箱子 一個漏斗 和一根紅石火把 就解決了 就是這麼簡單喔 首先把你要採收的地方放下去 在後面接上一個漏斗 欸 對 緊接著在漏斗的後面 放上一個紅石比較器 在紅石比較器這邊呢 放上一個石頭 或是其他雜七雜八的方塊喔 不要是這個 不要是玻璃類的就可以了啦 在這邊點上紅石火把喔 緊接著在紅石火把前面這邊 投人器放上去 欸 快要 快要完成了喔 緊接著把這個投人器 都圍上 呃 兩格高 讓珠布林可以進到這裡面喔 好了 我把這邊通通圍起來了 這樣子 欸 蓋的就差不多完成了喔 緊接著我們就是要把 珠布林騙到這個洞裡面 為了要比較好吸引珠珠上去呢 我在這邊放上兩顆石頭啦 讓珠珠可以直接比較快速的跳到這 在這裡再放上一個地板門 他就會以為這邊是那個 全磚嘛 就會走過去了 然後我也拿了一個命名牌 那個到裡面之後就幫他命名 把他困在這裡啦 好了 萬事俱備 欸 接著就是吸引珠珠 珠珠就決定是你了 這個 近距離的比遠距離的更好 遠距離的還要擔心被射有沒有 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們來 我們來 我在這邊等你喔 欸 好了 站好了 我站好了 唉唷 唉唷 錯了錯了 你怎麼過來的 錯了錯了 好了 再來一次 喔唷 他掉進去了 終於掉進去了 終於掉進去了 好了 這樣子 機構就完成了 等等等 我還沒有幫他命名 對不對 交易珠珠 嗯 好了 這樣他跳不出來了齁 兩格高他就跳不出來了 欸 交易珠珠 就被我困在這裡了 欸 等等等等等等 你唷 你不要打到我的交易 交易所 好不好你才蓋好的 你不要這麼出動好不好 好了 我先不管那些 地獄的移歐移了 我先把我的金錠 唉唷 我的金錠那麼少 完全不足以 支撐我移入義務啊 我們把我們所有的金錠 通通放到這個投擲器裡面 呃 對不起喔 剛剛那個 第一次啟動 要先把這個紅石火把 最後再插啦 這樣子 唉 他會噴一次喔 東西噴出來之後 他就開始正常運作了齁 那個 交易的時候 他會把東西丟出去嘛 唉 他東西丟出去之後 漏斗吸收 會有紅石訊號 進而讓這個熄滅 讓這個 呃 發射器 投擲器 再丟一次 就可以這樣子 循環不止喔 他會一直丟到他 他 裡面沒有 沒有東西為止 對 他如果一次丟那種 比較多的 像靈魂沙 這個機器就會等比較久啦 那個 就是這麼簡單的機器 那個應該不用再解釋了吧 當他丟出東西 就會再投下一個 也不會一直投啦 確保他不會一直投 這樣子 循環 如果等到你的金錠有超過九組之後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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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等 等等 欸 我的機構被打掉了 什麼東西啦 欸 還好只有紅石火把被打掉 好啦 我們再插回去啦 呃 欸 對不起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金錠了 換到這些東西喔 結果做完初步零交易戰 我們居然 沒有金可以交易 看來下一步 就是讓金自動化 租人海 我們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結束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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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